男人把女人抱到桌子上 再用铁钉将其双手固定 看着女人火辣的身材 歹徒们露出邪恶的笑容 好不容易开开婚 他们兴奋极了 随后便轮流蹂躏了女人 享受完后 一群人在外面砍大山 珍妮则被吊了起来 她左右观察 看到没有人看守她 于是开动脑筋 想办法看怎么逃跑 幸好口袋被有防身刀 只要能够到 逃生就有希望了 珍妮用力向上翻 终于碰到了口袋 可是一紧张 不小心把刀掉到了地上 这下完犊子了 但珍妮没有放弃 她发现头顶上有个灯泡 可以帮助自己逃跑 于是拼命荡起来 随着力度越来越大 珍妮终于用手勾到防梁 她把灯泡砸碎 随后用玻璃片 把自己的绳子割断 成功挣脱束缚 然后又捡起地上的小刀 把脚上的绳子也割断 但这时 对面传来求救声 珍妮走过去一看 竟然看到一个男人被截肢 装在袋子里 里面还有苍蝇飞舞 珍妮被吓得瑟瑟发抖 想都没想就往外飞奔 珍妮原本是一名野外摄影师 这天她来到一个偏僻的湖泊 准备找些珍稀动物拍照 可突然听到 树林里传来哭喊和求饶声 珍妮顺的声音走过去 看到令她一生都无法忘记的场景 几名歹徒 正将一个男人分尸 随着一块块血肉落地 珍妮被吓得魂不守舍 她刚准备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但莫名的正义感 珍妮要把这群歹徒绳之以法 拍摄完毕后 珍妮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小船 划着小船回到了之前的岸上 然后拼命跑上车离开这里 等到了市区 珍妮第一时间赶到警局 她要把犯罪证据交给警察 但奇怪的是 警局没有一个人 正当她疑惑时 一个警察走出来 问她有什么事 珍妮说明自己的来意 警察却让她待着 坐下来慢慢说 与此同时 珍妮看到隔壁房间 有一个举止奇怪的男人 报完警后 珍妮打算回家 可这时 刚当那个奇怪的男人 一言不发地盯着她看 随后 在珍妮毫无防备下 自己的车被拖走 随着一阵黄沙漫天 珍妮明白自己被绑架了 可刚好手机没了信号 她失去了最佳的求救机会 很快 车子被拖到一个农场 几名大汉把她拖下车 其中一个人说 听说你想报警抓我 原来当地警局和他们是一伙的 珍妮崩溃了 独自一人掉入狼窝 她该如何是好 女人不慎落入黑帮之手 在地上不断被拖行 男人被激怒了 打算好好教训她一番 女人只能无助地身影 几个歹徒轮番欺凌她后 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事后 珍妮运用自己的机制 终于逃离农场 可她还没跑远 就被歹徒发现了 领头男人暴怒 吩咐小弟 一定要在一天内 把女人重新抓回来 因为鞋子被歹徒扒掉 女人跑在碎石路上 脚底钻心地痛 幸好在路上发现一个木屋 这样逃跑就更轻松了 可没想到 荒芜的树林里 还有陷阱 珍妮被绊倒在地 但她马上想到 可以利用钢丝 把追杀她的人 一个个全都绊倒 果不其然 三个马仔已经上路了 其中一个很快发现了珍妮的踪迹 开启摩托就一路狂追 根本没有注意到 前面有一个夺命陷阱 随着摩托车呼啸而过 男人命丧于此 珍妮确定男人死后 来到她的身旁 拿走枪支和头盔 骑着她的摩托车继续上路 这块地区歹徒比她熟悉 她很清楚 如果一直这么逃 很可能会再次落入魔爪 一定要想点办法才行 于是故意引诱歹徒 趁她揭晓便时 把头盔留在岸边 歹徒看到后 果然捡起来仔细观察 但她没有注意到 头盔上有一根线 就在她疑惑时 珍妮从水里钻出来 直接一枪将她放倒 男人就这样隐恨西北 在拿走对方的背包和物资后 珍妮继续逃跑 山路已经走不通了 只能走水路 没有工具就现做 这一趟出门 把珍妮搞成了荒野求生 她拆掉小木屋的门 自己制作了一个简易游艇 通过水路逃离这里 珍妮也不知道漂了多久 终于 她看到一户人家 她以为终于可以逃出生天了 于是上门求救 可打开门的是一个老头 对方说家里没有电话 但有酒 要不要一起喝一杯 看着这个糟老头子 在观察这间房子 珍妮感到一丝不对劲 很快 她发现老头家里的合照 有个男人是黑帮其中一个 珍妮反应过来 她还没有逃出歹徒的地盘 这个老头很可能是歹徒的亲戚 于是趁她不注意 夺走对方的枪 一枪了结了她 珍妮继续往前逃跑 她看到一家便利店 就在她准备买东西时 一个警察走过来 经过上次的事 珍妮已经不信任这的警察了 可看着对方真诚的眼神 那人还说 她男友在警局等她 听到男友的名字 珍妮瞬间绷不住了 于是卸下防备 扑进对方的怀里 诉说这些天的遭遇 可珍妮的这个行为 让她再次坠入魔王 女人被缝进牛肚子里 只留下一个口子 歹徒要让女人 被牛的胃酸腐蚀而死 这么残忍的杀人方式 真是闻所未闻 就在刚刚逃走的珍妮 再次被抓回来 他们把珍妮男友杀死未住 珍妮哭得痛心疾首 这还不够 歹徒又当着珍妮的面 把一头母牛杀死 随后挖走她的胃 强行把珍妮塞进去 等珍妮醒来 这才明白发生了什么 她睁开眼睛 强烈的胃酸让她忍不住恶心 皮肤也传来刺痛 但她不能放弃 即使周围一个人也没有 她也用尽全身力气求救 经过她的努力 珍妮从牛的肛门溜出来 可她全身都被腐蚀 体力不支倒了下来 等她醒来时 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被裹成一个木乃伊 因为强烈的胃酸 珍妮已经面目全非 幸好警察及时赶到 才救她一命 好心的警长看到这一切 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 被警察骗了两次后 珍妮产生了应激反应 在三项医生确认自己是安全的 才肯回忆起所有的经历 原本美好的生活 因为一次意外探险 加上想做好人 导致男友被害 自己也成了这副模样 珍妮会恨不已 更让人痛心的是 警长听到这些 根本不相信 她怀疑珍妮有精神障碍 才幻想出这么残忍的杀人方式 珍妮崩溃了 做一个好人就这么难吗 那么下次 她再遇到这种事 是直接逃跑 还是再次出手呢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并没有过多的解释 给观众留下悬念 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你是珍妮 你会怎么做呢 这里是爱电影爱分享的小爱 大家下期再见哦